大家好,我是Stan 由9人组合开始,4人组合结束 解散4年的女团Nai Mujis将要重新回归了 3月21号,根据媒体报道 Nai Mujis将在7到8月夏天以完全体回归 在那之前,惠心以Kionni Hemi Sojin Kumjo 所组成的4人小分队Nai Mujis A 计划在5月发布音乐 之后完全体的Nai Mujis将在7、8月的时候回归 哇,疯了,好想见完全体 太好了,姐姐们赶紧回来 Nai Mujis完全体的话会是几个人呢? Sera姐姐也会吗?拜托 看到2代女团们重聚在一起,真的好喜欢 对,去年有春秋系列与Kara的回归 今年又有Nai Mujis 真的希望继续能听到2代爱豆们的回归消息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删掉Sinara唱片的Stash娱乐 3月20号,Ibu的官网发布了将在4月10号发新的Ibu专辑的预售通知 但是在Stash的通知发文中,没有写上Sinara Record Yes,当然,如果到Sinara Record官网的话 还是可以预购Ibu的专辑 但是因为在官网看不到Sinara Record的网址 所以网友们就猜测,应该就是跟The Please的纪录片有关系 新传怎么搞的,我有点感动了 其他事做得那么烂,这种事却做得很好 我加一斗从去年就切掉他们了 对,既然很难阻止他们销售,最起码不要去鼓励 希望其他经纪公司也能这样 也不要在那边进行粉丝见面会什么的 希望所有经纪公司都能切掉Sinara 抵制他们,真的太恶心了 真的太恶心了,真的太恶心了 不过话说回来,管他有没有网址 只要我们不买就可以了,OK 下个消息是,女团NUGINS去年12月发表的TITO 目前在美轮排行已经连续13周获得了第一 创下了美轮的最高纪录 3月21号,NUGINS的搜索公司表示 TITO已经在美轮排行榜连续13周获得了第一 这是2004年11月美轮开设以来的最高纪录 而除了TITO之外 ONG与HIGHBOY也在该榜单的第二、第三名 三年11月的这段 2日的保护 1日的保护 1011月的保护 你记得了 换下一次 2日的保护 0日的保护 1日的保护 1日的保护 2日的保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